好了,接著下一套,另一套戰爭,便當戰爭已經結束了 是呀,原來這套,2008年2月就刊出過小說,但現在還有漫畫出,想不到這套 但這套也算是我喜愛的輕小說之一,現在播出來,我覺得是滿意的 居然是滿意,不緊要,不如說說說劇情 我想很多香港的人看完之後都不明白,因為香港很少半價便當 又沒有半價便當 有,有些超市,有些過期那些便會有半價,但生果變成黑色也會有半價 我講話,香港那些超級市場,應該是寧願丟掉了,也不會給你 那一點點 變了黑色,不是爛的嗎? 他可能會有些人要的,另一套是好的 在說那些是果欄阿婆,晚上撿的 晚上撿就是搶 我不明白為何要搶 你不可以質疑這件事 你根本反代整個作品的設定 不緊要,不如你先說說故事 他這部設定應該是一個搞笑作品 他基本上就是把搶便當這樣,這麼 minor的事情發達來搞 譬如說,很懸,幾幫人去競爭一個半價便當 我想到不明白的 因為曾經有幾個是東區技郎,西區技郎,在那裡爭 整個派系 拼派系不緊要,還要一群人去爭 即是爭取其中三四個便當 我經常懷疑他們會不會飽 算了,還是不要摔完 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一開始有些錯 我不太明白 不如你質疑朱古勒組 可以在那裡堂籠爆武拳打來打去 你不要質疑這件事,你質疑這件事就不好看 不如說一下故事先 這個故事其實是由一個綽號 有一個叫變態的主角開始 根本就是綽號 有馬爾覺得他不算變態 我常常覺得你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為何要有這樣的劇情 我都完全不明白 佐藤楊 青豪來就算了 原來他們說 掃親狼都通常有個賭 結果他們就成為一個變態 這個賭就是很隨便的 人家江湖傳聞改名 人家都亂改 他的變態都隨便改出來 你看人家其他的幾型 冰之魔女 冰傑魔女 胡之麗是人 傷頭魔犬 你看他的名字 名字 每個人都很厲害 其實一開始看 會不會叫筋肉營警 原來不是 不會 沒有,他不如叫筋肉 筋肉營警 削到這樣 人又削又瘦 筋肉營警 那個其實是他那個 73多個 Osana Jimmy 網上出來的 但我不明白 他叫白粉花 笑點 不是他的名字 你不會笑別人的名字 然後又有個學生會會長 白妹妹 這個GL 你覺得整套戲 其實人物都出得不少 十三集 什麼屬性都有些 江湖臨 藍牙武林 高手聚首一堂 人多一輩子 更好玩些 但通常打得他們 黑馬女人 對 我不明白 很少男人 中間有個叫網垃的帝王 就是男人 不過他是那些 用那些喇叭手 好像去搶半價便當 就找一個人來搶 我路人不太明白 其實 根據原作小說 最厲害的那個是魔術師 不過動畫鬼隱了他 不知道在哪裡 會不會有第二季 魔術師 有出過場 有出過場 沒有了已經有 閃了 有些人是閃了不見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製作組的偏好 不要理他 還有一些角色是增加氣氛 例如白妹妹 這個原作裡面 就是老人中的路人 現在動畫裡 都很沒了 我感覺上也挺討人憎的 白妹妹 那些叫百合屬性 那類 不如只要經常亂打人 又不知道做什麼 放心 我剛剛看Akipa Bog 那裡有些劇透 好像入了座藤後宮 你一定是 很神奇的劇透 所以說 扁當會有第二季嗎 傳聞應該會有第二季 應該會有 傳聞是未定 其實大家都要 第一件事 大家如果覺得這套好看 可能要分兩部分 要是技術性層面 就是看他打鬥 看肉的就算了 打鬥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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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鬥的話 水中不是平均 有幾集會好看 有幾集不是很好看 你覺得哪集好看 其實 第十集 第十集最好看 旁邊魔女 兩人雙人合體技巧 唯屈一堆人 有多棒 對 跟小雪兩個版本 小雪看了 怎樣用花籃 昨晚的攻擊 你不太明白 在動畫裡的聲明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 看肥豬師奶 怎樣撞 撞開那些人 然後搶半價法 然後逼半價神 去貼那些半價貼紙 好像野豬 與其說他打鬥 不如說 跟蹤一下他如何設計 一個小雪出場 裡面的戰鬥 你見到的 胡知人用筷子 雙頭犬用的 靠滑籃 朱又拿手機衝進去 不同人 各自有各自的武器 不如你普通的戰鬥畫面 他的戰鬥是用了超小 每一件事去做武器 真的沒有用摺凳 就真的玩 我看過帝王 隨手拿東西就丟下去了 是啊 拿罐頭丟下去 其實我不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要看整個故事來搏 其實很多東西要搏 可能香港人真的未必這麼接受到 如果是那些人 特地暴露到半價的時候 就整班衝進去 我狗搶什麼 搶便當 究竟那些人是不是真的這麼窮 原來還要組聯群結黨 去搶一個便當 還有什麼有組織 但是那些組織都用了電腦高科技 分析了別人的資料 哇 你那些錢 你買便當就算了 高成本低投資 你不需要深究劇情 基本上看兩班人怎樣打 怎樣實施計策 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的 我後來就找過一些資料 好像傳聞中 日本司拉搶司果成的東西 真的好狼 真的不要開玩笑 那不是有電腦高科技去查閱 那這裡有誇張一點 那這裡有誇張一點 所以他把很少的事情誇張去做笑料出來 不過我也想問一問 其實裡面有經常說 月桂冠這件事 大家都記得這個 好像他後面有沒有用到這個設定 有 只不過用了是 類似一個收藏用的戰績 他是鐵寶仔 我想問一問 因為其實那個班都 你整個故事 其實去到最後 看了12集 都是大家唱到便 打下了雙頭魔犬 那兩個人可能變了後宮之類 我想問一問 他有沒有說 如果全國制霸 有什麼 我不懂 會有什麼 有什麼 名字 我看見 冰之黎人 在貼貼 貼那些 都是以前那些 哪個月桂冠 有什麼好吃的 這麼多集我最記得就是那個 空暴的蛋包飯 茶法女 茶法女 賣在榮池裡 我買便當 又賣service 又賣給便當 他經常說變態才是變態 我知道 全個大賞應該是由變態會升級的 真變態 超變態 超變態 不是 由狗開始 由狗變狼 看來看來看 都是狼 之後有什麼獅子阿老虎 會不會呢 我經常在想 而且他吃的東西不是一樣 都是半價的東西 都是不新鮮的 新版的時候也說過 只搶便當會滿滿 看完又不會的 他的戰鬥 真的看他戰鬥 不是看他搶便當是什麼鬼 還有有一點點鹽 那個雙頭魔犬 應該是K型一點的 如果大家用一個很Logic的常識去想 就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方面怪 本來本來有一個男人出來解決了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棍啊 什麼棍啊 本來想著他動畫組就是鋪他 是最後魔王 很厲害 什麼團結才可以打倒他 誰知道 這個集體杯葛 真的在杯葛 就像那些格鬥遊戲 有個人玩得很厲害 你不會跟他玩一樣 不玩就自己對電腦 你照樣打吧 很厲害 黑卡洛斯職棍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B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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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他有什麼特技 我帶出來了 整杯懸角 然後就走 不是有搶過的 有顯示過一些實力 然後就被人 正常的 有稱號不得而厲害的 大哥 真的 他有稱號 他應該不是狼 他不算是狼 因為狼 其實應該是 以自身的感受去搶的變動 但他完全是違反了狼的原則 我感覺很容易打碌 最後就是杯葛 然後說不玩了 你自己拿兩個面當自己回去 我覺得很小儀 以前他成功做過一次 但這次就不行了 是啊 就是 這次有變態 根本就是一個異數 其實你怎樣 其實是不是我經常覺得 現在這個故事 不讓他群組這樣打會好些 他現在也不是群組這樣打的 他打完之後 他都自省殘殺 小數是群組 但多數都是自己打一挑的 就是你打我我打你的 沒有什麼團結性 但他也有些策略 例如說 走去買之前 跑十個圈 然後等到自己餓 增強這個戰鬥力 不是啊 其實我差不多死了 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感覺上是很怪的 還有說 之前呢 有一個 說他 冰之良人的師兄 跟那個 之前那個半戒神 那個女 女 受火員 人妻啊 那裏我完全覺得很爆笑 但我不明白 他什麼意思 吃個飯盒 可不可以回家才吃呢 不需要 在這個世面的飯盒 是最偉大的 這個世界 是可以翻熱的 這個世界 你不要深究他的正確性 算了 是很難投的 你明白嗎 都很難投 想了很久 為什麼要投入不到 就是這樣 跟現實偏離都太遠了 只不過你當戰鬥完 吃到好吃的東西 就會抵抗了 如果你說 我可以全國制派 有什麼title 或者 我可以地區性 超變態 地區性 東區 東區掃了這麼多 有什麼特別的event 發生 或者 是不是有些 如果他可以做到 魔法之旅 那些 超現實上 我可以接受到 什麼魔法 例如說 你不要說只是打 因為現在只是打 例如有些特技 如果他真的有特殊技能 那些出來的話 或者可能 制霸了之後 有些什麼特殊 event 發生的 那些事情 我們可能用另一個想法 去思考 但現在都是說 大家要整班司拉 打完之後 欠過半價便多 吃完第二招 又要打過 是啊 就是這樣 那就是很和平 就是要不死人 今晚打了 我仆街 天天發掘了 真的沒問題的 我覺得很好 所以就 我覺得投入上是難的 我覺得這套東西 尤其是 可能 你當局外營 這樣看會比較好 對 始終覺得太怪了 而且 我覺得他也 不是很運用得了 整個超級市場的環境 如果他用得了 他會更多 我現在真的看到 購物籃 購物車 其他東西都沒有用過其他 特別的東西 可以玩得到 那都是這些 最多是打到整個架 倒下來 好像王子財寶 倒下來 那就糟了 超級市場 每晚都被你這樣搞 怎麼可以 每晚都被這樣搞 真的 我都跟他想 他打完之後 是不是有人收拾 那些狼要收拾 收拾上去 拿完半價便隊 收拾上去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 撲名單 我就是覺得這些東西 他有一點小小可以 一些小的可以收拾 是的 他是不合理的 你打完之後 就把超級市場分開 你怎麼辦 整攤去的馬刀 整攤去的地下 我哪有清理師 而且有些不是暈了 他是抬到後欄那裡 然後又是照顧他 那些東西真的沒有人收拾 你不用問 可能已經收拾了 你不知道 這些東西 這位學工作人員很偉大的 而且那些工作人員 又不理 脫完之後 你們搶了 那你其他的顧客又怎樣 你其他的顧客又不用買 我覺得 你其他的顧客 你什麼就要打 那些司公主 那些阿伯阿嬸 那些沒有行 那些司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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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說過 沒有深究他的合理性 不過看得爽的就行了 OK 是爽的 真的很爽的 你看看你二季的時候 會不會繼續追 不過我想問 配音常打的 我都說了 我要說一件事 因為最新的 Boo-way版出了 有沒有看過特典呢 大家 就是 由目逼白粉花 他單人8分鐘的BL 跟進刑警對白 就是這樣說的 這件事 他動畫裡也有表演了一點 表演很多 Boo-way是8分鐘 連續 從頭到尾 一直在敘述 一直在打 是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找回來看 原來這套東西 最後就是要走BL路線 講起角色 有個角色出來 不知道在做什麼 是不是有個 小妹 那個 那個很黑仔的小妹 那個你做什麼 我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搶面上沒有粉 但是他突然走出來 對 他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對 這個是最終兵器 他一出場 一出場就馬上死了 這麼糟糕 我記得 他有一幕是 他積了頂帽 給男主角 變態男主角 然後叫男主角 穿女裝 那一幕 就是用耳朵 就是這樣 對 不是 是不是有一幕 打遊戲機 然後打遊戲機 然後差一點 夏日洋森跳樓 那幕又很棒 魔女 魔女 不是打傷都輸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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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跳出樓 打他不死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主角打不死 他包了全身 就是有自於 主角威能 這套裡面 沒有人會死的 怎麼死都會 XV1 可以回生的 然後又不能做 護士制服 那些 雙頭沒去 我明顯是賣文 但那時候還在玩鐵拳 對 我又不明白 所以他都解釋得奇奇怪怪 這套笑話就可以了 對 有時候 你不要太深刻 為什麼人們會搶片刀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好啦 大家差不多說完了 是時候說一下 這個 我想坐在等我一個人會做這些 上次這個 介紹的人 夜人者都已經講過這個問題 但是 其實 我不是 這個香港其實去一些 日本的百貨公司 超市場部 都會有相應的東西 但問題是 其實這些東西 就 未必一定是說便宜 或者是什麼 因為你說 平時時間 他可能說 晚上 魚生那邊的 部門會有些便宜些 或者是 楊物 即是炸東西 即日式炸雞 那些 但如果他有一些 祭典 甚至是 甚至是 SOGO 因為你好知SOGO 每逢這個 特別之日 大家會看到 搶的那些 全部都有OL 都不是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搶的那些 搶的那些是 長腳蟹 三文魚的 不知道什麼 拖羅 是有些 晚上是有這些 這些東西搶的 如果你說太古城那邊 那些Jusco Uni Uni 都會有那些 可能是特別之日 比如說 那些 天婦羅 或者不知道什麼 所以其實是搶的 那個價錢 可能只是便宜 原本的價錢 但是 又未到真的 可能是很什麼 所以你就不需要覺得 為什麼有些人要窮到這樣 當然 他這套東西裡面是這樣的 但是香港大家有興趣去搶 都可以去搶一下 我想說 三千二千兩夜 你去搶 你會看到一幫 非常之不堪任務的 師奶 你會看到什麼 很漂亮的雙子 不要緊 我都看過師奶跟我搶 I am搶過 就是我試過 我試過 選完之後 這盒也是沒那麼好 放下那盒 然後即時有兩個師奶 走來搶那盒 就是你會選的 那些 通常都是日資公司才會有這些 所以其實都是符合 如果大家想體驗一下便當的文化 或者搶東西的文化 麻煩你去搶一本 都可以 大家去Sogo那些都可以做到的 要訓練一身好武功的書 但是最後補充 帶接到人去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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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要9點鐘便會開始 好像不到 然後去到9點半是會有二次減價的 是會有些 可能合約本身是30元 9點的時候就變成24 然後去到9點半的時候 可能變成20 所以就經常都會有這些 所以我覺得比較奇怪 就是這件事 你搶不緊要 我覺得搶是不緊要的 但是那個環境 可以寫得更細緻 可能會吸引一點 所以logic上 就幾多很不合理的東西 其實就是 補充很難補充 等他二季 想繼續笑繼續看 好 下一套 好 想繼續笑繼續看 好 下一套 想繼續笑繼續看 好 下一套